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3月30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,护身指数是一个弱势震荡,市场量能相比昨天上午是一个小幅萎缩,但缩量的幅度并不大,北向资金上午则是一个逆势净流入 那今天下午,我们要观察的重点,就是要看数字经济板块指数,能不能回到图中红线的上方,而这或许也将决定4月份大盘的方向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今天晚上再见,谢谢